那這樣你就 才叫局部瘦身好嗎 想說舞蹈的學一下 Hi 大家好 我是汪欣 今天又回到了我們減重系的影片第二部啦 我們上週有跟大家分享過 減肥的時候都吃些什麼 還有一些我獨特的個人秘密配方 還沒有看過這支影片呢 記得幫我點資訊欄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這週就緊接著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當初減肥到底都做哪些運動 還沒有訂閱我的可以記得先幫我按個訂閱喔 還沒有follow instagram的人也可以記得幫我follow一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影片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 那個時候從早上起來 我就是一定就開始運動了 因為我的重點 那時候的人生重點 就是放在減肥上面 運動已經變成了跟我平常喝水一樣重要 那個時候早上一起來 會先做 10分鐘的早晨拉筋 為什麼早上要拉筋呢 因為其實我發現 長期的運動之下 有一些筋骨偶爾還是會沒有拉開的感覺 在早上拉筋呢 不僅僅是可以讓你的精神變得非常好 之後早上下午晚上做事情的時候 筋骨也變得非常自由 你們懂嗎 我有一陣子就是也做到整個身體酸痛等等的 開始拉筋之後 我身體就整個恢復 那會早晨嘛 還沒有睡醒 所以我們就也藉由拉筋 去讓自己稍微醒一下 不用做太久了 不用做太長的時間 一個簡單初步的開胃菜的感覺 每天花個5到10分鐘 早上在床上拉一下筋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事情 同時拉筋真的是一個要塑你的體態 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可以讓你的身形變得更好看 再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跳到下午的部分 通常我一天的運動 我都會集中在下午 傍晚晚上的時候 如果是我要上課的話 我通常就是會放學 吃完飯之後 休息一陣子 就開始我的運動 那如果是放假的話 下午我就開始我的運動 那運動時間呢 我通常是 30分鐘至1個小時 甚至更多不等 但為什麼要30分鐘呢 有人說30分鐘才能夠消耗熱量嗎 其實也不是這樣說 你做10分鐘20分鐘 當然可以消耗熱量 但是 如果做到30分鐘以上的話 你消耗熱量的效率 才會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所以我到底都做了哪些運動呢 還沒有看過第一支影片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最引以為傲的一個運動 那就是 鄭多彥 30分鐘油氧運動 我真的要給他一個大鼓勵 鄭多彥紅的時候 可能是我們國小國中的時候 最有名的小紅帽 油氧運動 於是我就跟著跳了 默默的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月 兩三個月 每一天我都會做這個運動 習慣了他的動作 我甚至會邊做油氧運動 邊上我的線上課程 邊背我的課文啊 或是一些看劇等等的 你在運動的同時還可以做你別的事情 不浪費時間嘛 這樣多好還可以減肥 一舉兩得各位 選擇油氧運動的原因是因為 我會太過激烈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不常運動 可以挑戰看看 慢慢習慣之後就可以增加你的運動量 像我越來越習慣之後 我就會在油氧運動30分鐘 結束之後再挑個 一兩組 大概10分鐘的 更激烈一點點的油氧運動去做 或者是我今天突然想跳舞 我也花個20分鐘跳舞耶 可以循序漸進的增加自己的運動量 那通常總會有那幾天 我就是突然不想跳舞每天都跳一模一樣的油氧運動嘛 這時候你也可以改變你的菜單 你可以出去慢跑啊 一個小時啊 出去走路散步 一兩個小時跟朋友一起聊天 其實都可以 或是我也會更改成 比較激烈快速消耗脂肪的 塔巴塔運動 就是有一些8分鐘10分鐘 我可能進行了兩三組 我有時候會透過改變我的運動方式 去度過這些比較煎熬的期間 或是自己的停滯期 不要小看什麼有氧運動 就流個汗 倒也會受傷 長期下來 你的堅持會是有用的 相信自己 而且身體會變得非常健康 肺活量也會變得非常好 耐力非常非常好 那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我一天的運動行程了嗎 高高年我真的是非常平 如果今天就覺得我運動不夠了 我就會多做非常多 局部雕塑的運動 大腿啊 小腿啊 都要瘦 屁股肉啊 腰肩肉啊 肚子要平啊 沒有小腹啊 小腹消失術啊 什麼的 反正就是這種運動 其實網路上查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針對自己 局部想雕塑的地方 主要運動做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去增加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一定都是長期才會看到效果的 千萬不要 因為你可能做幾天沒有效果就放棄 一定要堅持 那這邊還想跟大家講 局部瘦身這個說法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只能把它理解成 局部雕塑 透過 加強這塊肌肉的訓練 讓這裡的線條變得更好看之後 才達到局部雕塑的效果 通常燃燒脂肪是整個身體都在燃燒 抽脂才叫局部瘦身 好嗎 到了晚上睡前的時候 我還會做一點 因為整體真的很容易 痠痛或是不舒服 所以我就透過 拉筋跟瑜伽等等 柔和的運動 去舒緩了我這些狀況 那麼瑜伽呢 我通常會針對一些 我想改善的部位去調整 像是 你們知道女生真的是 超級複雜 女生呢 天鵝國 也要瘦 斜棒肌 也要瘦 直角肩 也要瘦 蝴蝶獸 也要瘦 哪裡都要瘦各位 女生就是哪裡都要瘦 哪裡都要好看 舒緩 容易 睡覺 或是今天我筋痛 我想做個瑜伽 也可以 只要我花個十二十分鐘 舒緩 各種肌肉疼痛啊 心情其實會變得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初運動 每天的行程是什麼 也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並且找到屬於自己的運動 自己的方式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喔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會分享很多日常的東西 大家有問題也可以 私訊我都會回喔 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今天變得有點冷 突然外面在下雨 但這周其實我不太知道我要拍什麼 就想說 那就趕快的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當初運動的 歷程好了 都覺得這樣純粹講話的影片 蠻無趣的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當然是可以繼續看下去啦 畢竟野獸是我發自內心分享的東西 那我希望可以就是透過這樣來分享一些緊肥的東西給大家 一定要看喔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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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